向前再飞 来奋起 和目标上距几公里 容我飞 和世纪 互争分了真心 白痴 两脚踏上走 我借路途 粉涌麦香 一个美丽城堡 美具物云遍布 亦不怕暴雨感自豪 经济越野手里有地图 世界路线方向我都知道 本席未能遇到 环绕振作要是跌倒 向前再飞 来奋起 和目标上距几公里 容我飞 和世纪 互争分了真心 互争分了 阿祥他们终于回回原来的世界 但是,一群神秘的敌人突然出现 要和阿祥进行委托天竞赛 阿祥最终得赢了 而且还发现他的对手 竟然是之前在X地带 认识的老虎翅囊 当翅囊和阿祥说 X地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之后 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次前往X地带 想不到那个敌人竟然是翅囊 他说他是被那些徽章控制 才会这样的 难道其他人也是被徽章控制 对不起 到底在X地带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 我们要再回到X地带那边 看看发生什么事 而且我很想知道 杰成小姐她想跟我说什么 我也是 我要回去找我哥哥 我知道了, 阿祥 你也很想回到X地带 不过, 怎么才能回到X地带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也说得对 哥哥 我现在相信你真的去过一个 X地带的地方 因为我刚才已经看到了 真是很厉害 我现在相信你了 你相信吗 你终于相信我说的 这才是我的哥哥哥 有了 杰成小姐之前不是给了一本徒监我 说不定里面有说 如何回到X地带 是呀, 总算是更有希望 好, 让我回去再看清楚一点 那我明天放了学后 再来帮你的手 靠你们了 那我去找找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阿布, 你在做什么 我在抹 昨天问朋友那天MTB 待会要还给别人 你不是打算踩去还给别人 没错 不行, 绝对不可以 为什么 你呀 知不知道自己坐上MTB之后 会变成什么 你不记得了 不会有问题的, 哥哥 我一定不会像昨天那样的 你放心吧 我说了 你也说了 你不会有问题的 不行, 我怕你会出事 我真的不明白次郎他 为什么会想得到我白金徽章呢 越想越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 哥哥, 你好像比以前成熟了似的 比作是以前的哥哥 就一定不會這麼認真去想一件事了 難道是因為 他之前去了那個叫X地帶的地方? 好吧, 我也要變得像哥哥那樣 既然有人可以從X地帶回來這裡 那就是他… 好, 我要跑來找有人 等一下, 阿楓 阿楓, 我已經坐在MTV了 我去騎上天下暴跡的看著你 等一下, 阿楓, 危險, 看著前面 媽媽 阿楓 阿楓, 哥哥 我也跟你說過 你一坐在MTV之後 就會整個人失散常性感 你要留意一下 我…我想這次有個沒問題 閃燈場 你昨晚進行了一場 好激烈的委託天競賽 是鯊魚之啞? 你不需要不承認 你的對手的技術看來都不錯 他們幾個肯定是從X地帶來的 是不是? 山燈場 是, 昨天那一班的確是由X地帶來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為什麼會來到這個世界? 這一層我也不太清楚 但比賽完之後, 他就突然消失了 他說他會被送回X地帶 不是 你說被送回X地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太好了 既然有人可以在X地帶來這裡 那就是我們也可以回去吧 是不是? 牙母, 你還是不肯放棄? 是啊, 我絕對不會放棄的 我一定要回去X地帶 然後再憑著自己雙手去支配那個世界 關於昨晚跟你比賽的對手的事 我想你可以再詳細一點告訴我 我現在沒空跟你說這麼多 走吧, 阿布 在X地帶來的那幾個試者 一定會再回來這裡找山燈場 我們就繼續等吧 昨天真的麻煩你了 你幫我抹過這輛車嗎? 也不用了 哈哈哈 不過我這輛車有幾個地方磨花了 我對不起 不要緊, 我反而擔心你 為什麼你會受傷呢? 啊, 很小事而已 哈哈哈哈 哥哥 哥哥 你幹嘛啊? 從剛才開始就在這裡發呆 我看來嘛 我看來我看你了 你為什麼只有一頁 是一片空白的, 沒有寫的? 嗯 就算去放大了 也不想去寫過了 啊 怎麼會這樣呢? 再細心一點再看一看吧 是啊 阿祥的單車又不見了 這個阿祥真是 我回來了 你沒有跟哥哥在一起嗎 剛才跟他在一起 不過他說有地方想去就走了 不用問他當然去了後山那裡 你怎麼會知道 他真是像你們的爸爸 一說到MTB的事 就什麼都不理 一支箭就走出去了 原來爸爸經常去後山那裡 他一有空就去 他說要幫你們兄弟 做一個最好的MTB場地 拿著吧 你去交給阿祥 是藥水膠寶 反正你這個阿哥一天跌到黑 我肯定他一定是有事全身傷痕的 有事全都從這裡開始 只要我跟之前這樣跑 說不定可以 好, 開玩笑 不得天, 怎麼才能回到X地帶呢? 山登場 你們是... 今天我們一定要得到你的白金徽章 老實說, 你們兩個真的從X地帶那裡來的? 是真的話, 我要怎樣才能回到X地帶? X地帶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那你就要在偉陀天競賽打敗我 好了, 我知道了, 我接受挑戰 昨晚的比賽, 只是想試探我們的實力去到哪裡 今天的比賽沒那麼簡單 對我心意 啊? 哥哥?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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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幫人 哼, 這件事開始變得愈來愈有意思 這個就是哥哥之前說的噴射驅動器? 是啊, 在起步的時候, 最快的時速有成一百公里 好厲害啊 看來他們準備開始偉陀天競賽了 那我們站在旁邊看好戲了 啾? 阿姆到哪裡? 啾? 阿姆… 啊? 阿姆… naspd 阿祥 阿祥 阿祥, 真琴 他們是昨晚的那些人嗎 對, 我答應了 稍後會跟他們比賽 比賽? 你們不用擔心 我一定會贏他們 然後看看他們的真面目 終點是山居的儲物小屋, 清楚了嗎? 這裡是充滿著 我和爸爸的回憶的地方 我絕對不會輸 慢著 是牙武 牙武? 你們的對手是我, 交到牙武 你們給我決一高下吧 喂牙武, 這場比賽是我 你給我走開 我, 為什麼我要走開 一定要回去X地大那個人 並不是你山登場 是我才對 你不要在這裡自作主張 山登場, 你快給我閉嘴 不要管他, 開始比賽了 什麼? 我們這次的目的 只是白金徽章 沒空和這些無謂人鬥 我是無謂人? 我不是無謂人 你這個人真是自大 我決一勝負吧 我的紅牙現在很想和人決鬥 終於可以發揮他的力量了 快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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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這麼得意的 那個斜手, 好厲害啊 對啊 他對牙武的實力不相伯縱 我們這麼近距離 你無可能走得掉 撿掉 那些是 那些是 紅牙衝擊 紅牙衝擊 啊 救命 避開了 他竟然避開了 竟然這麼輕易就避開了 沒理由會這樣的 你這個精彩 厲害 閃燈牆 下一個就輪到你了 盡手裝備 燃燒了, 元帝 和我心裡的火焰 一起燃燒發出無比的熱力 韋陀天 GO 太好了, 阿祥領先 都怪我大哥 要繼續帶頭 這次賽道我閉上眼睛都懂得走 因為我小時候已經走熟了 好 下雨 糟了 現在鹽帝只是可以走乾的路 下雨對阿祥很不利 這次真是大件事 乖乖地 打我白金徽葬給我 我不會交給你的 雖然情況很不利 但是阿祥還可以堅持 應該是因為他很了解賽道的特性 所以才能夠保持平衡 你要加油, 哥哥 我要堅持下去 阿祥 糟了 下雨了很多 要盡快追快才行 好 這樣嗎?轉不到波 大件事 鹽帝的波段 不知為何固定在低波 這樣的話, 阿祥不可以加速 轉波的裝置壞了 現在他想追, 都追不到了 我是豬 都不會認輸 他究竟想怎樣 他不是想放棄 所以就亂走 他連腳踏也不好地踏著 正春彩 你們怎麼看東西 看清楚一點 他們的距離已經越拉越近 這樣很厲害 他轉不到波 還可以追上去 原來是這樣 阿祥盡量不踏腳踏 然後很巧妙地用了推拉 和偷跳的技術 去維持他的速度 不愧是山登場 但是 這些雕草小技 是贏不到我的 爸爸, 請你賜力輪給我 歸多好嗎 靠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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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 他竟然贏了 就這樣, 我要了他 又是這樣 跟昨天一樣 你是, 你是X地帶的警備隊隊長 為什麼隊長會來對付阿祥? 阿祥 你帶我回去X地帶吧 阿姆, 你不要這樣 不要煩我 阿祥, 大家都很需要你的力量 隊長 他消失了 到底發生甚麼事 隊長 你們看看 比喻淋濕了之後有些字 原來被水弄濕了之後 那些字才會浮現出來 MTB排到像X字一樣 難道只要我們把MTB排成X字走 我們就可以回到X地帶? 上面寫著韋陀天 不就是一定要用韋陀天單車 不行, 還欠一輛 我 要四輛 要排成這個X字 就一定要有四輛韋陀天單車才行 你說要四輛韋陀天單車 但是數起來 都只有我的元帝 和珍琴的海神 還有牙毛的紅牙 加起來只有三個 難得嘗試找到X地帶的方法 哥哥, 你看那邊 是MTB 是MTB 為什麼會這樣? 是誰放在這裡 為什麼會有MTB在這裡? MTB好像比X 不過這輛車比較小 到底是甚麼單車? 這輛韋陀天 就是第四輛韋陀天單車 是甚麼呢? 不過真的很小 哥哥, 不如讓我坐 這個單車這麼小 就適合我坐 雖然是, 但是你… 阿祥, 就讓他試試吧 阿祥, 你讓阿布試試吧 警察裝備 出發吧, 去X地帶 要等我, 哥哥 我要回去, 一定要 你們去哪裡? 我們要跟上去 我會期待一點 會不會有時間 我開始有點擔心 開始吧 GO! BREELER 啊 阿祥, 他們終於打開了連接X地帶的通道 到底他們, 最後可不可以成功地解開所有迷團呢? 不過, 現在等著他們回去的X地帶 已經出現了一些無法想像的變化 但是一場他們, 仍然一無所知 讓你走在這裡 好, 走奔心 嗯, 原因是讓你… 答案